疫情和天灾冲击了全球港口的贸易表现 可是巴胜港口继续交出亮眼的成绩 集装箱吞吐量再创新高 甚至打破疫情前2019年的记录 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达路斯里为加强透露 截至今年12月28号也就是昨天 巴胜港口累计集装箱的吞吐量高达1364万标准箱 超越2019年的1358万箱 除了证明政府应急措施 譬如港口员工疫苗接种计划奏效 多个经济振兴方案也加快了配送和交付过程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重启 魏嘉祥表示巴胜港口处理的集装箱数量 已经恢复增长势头 来年的情况预计会持续乐观